这些人钓鱼之后不想杀生 却又希望将鱼货永久保存 该如何是好呢 澳大利亚就有一名男子 帮助垂钓者把钓到的稀有品种的鱼类 制作成模型 让他能够将辉煌的战绩展示出来 墙上挂着色彩缤纷 各式各样的鱼类模型 收藏家比特尔将超过100条鱼 摆放在位于昆士兰州的家中 他希望能够将这份珍藏传给儿子们 这些逼真的鱼耳模型 来自格雷夫斯的巧手 格雷夫斯按照顾客所钓到的鱼 或者发来的鱼货照片 以玻璃纤维复制之后再喷上漆 模具就大功告成了 渔夫这对这门手艺表示赞赏 格雷夫斯制作一条大鱼 需要花上五天的时间 价格是约2000美元 也就是大约2800新元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